不知道大家的中秋連假過得如何 最近都用iPad做了什麼事情 我自己會覺得很有成長感 最近最沉迷的就是 另外還有這個也是我最近的新環 這兩個都超級好看 嗨大家我是星星 今天呢又是我們的 家系女子日常 大家應該看到標題就知道 今天的家系女子日常是 會以兩個重點為主意 會想要先跟你們分享一下我最近的新歡視頻 第二個呢是我想要跟大家聊說 我最近都用iPad在做什麼娛樂的事情 好那我們就先從視頻開始 應該說我一直都是會帶視頻的人 但是我不會帶到很多也不會每天帶 就是如果要打扮的話我就會帶視頻 從淘寶啊台拍啊到一些有品牌的我都有買過 就先看我現在身上這一個好了 它上面有一個非常非常精緻的就是 用手拿著花的圖案 好像比較沒有那麼喜歡帶一種 細細一條鏈子或是 最是很小的那一種項鍊 我自己比較喜歡最是大一點 明顯一點然後 有 圖案的這種 另外還有這個也是我最近的新環 這兩個都超級好看 待會後面會看到就是我中秋連假出去玩的影片 然後就會看到我有 帶這個項鍊 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他們呢都是來自一家品牌叫做 Anna Luisa 也是這支影片的乾媽 非常感謝他們來找我 因為其實我之前就知道他們了 之前看墨洋子的影片然後知道他們的理念之後 我覺得非常的喜歡 因為他們的理念也是環保跟永續 尤其是永續這件事情 因為 飾品其實某程度來說也是一種小好評 可是他們的飾品全部都是用 回收的黃金 就不是新的黃金 而是回收回來的 可以看到它的亮度非常的高 也不會是很土豪或是很廉價那種亮度 是比較貴的項鍊的感覺 我看到很多人分享說帶他們家的東西不會生鏽 因為黃金本身就不會生鏽嘛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好的是因為 我一定要給你們看 我有好多項鍊都已經 生鏽的超級嚴重 大家可以從畫面裡面看到 我之前的項鍊 真的都被我帶到生鏽 因為我可能很會流汗吧 所以在 脖子後面那一段都會非常容易 整個就是變黑 自從這兩條之後我好像 已經幾乎沒有在帶我其他條的項鍊了 我覺得他們的包裝也有維持住 他們永續跟環保的這個概念 就是他們沒有給你很多 大盒子啊 或是很多 有的沒的 不必要的包裝 他們就只有給你這個袋子 然後我覺得這個袋子是 非常可以拿來 再度使用的 不管你要繼續裝他們 還是你要拿去裝別的東西 我覺得都很好 這是黑色的 然後這個是 綠色的 在這次選視頻的時候 我也選了一個送給我表妹 因為他最近 開店一週年 然後我就想說送他一個禮物 我就送他一對他很喜歡的顏色的耳環 是那種 酪梨綠嗎 就是淡淡的綠色 然後很有氣質 因為我自己是沒有耳洞的 所以我只能帶耳夾 比較沒辦法去選他們家的耳環 但我覺得耳環的款式也都很好看 這邊也附上我表妹的 穿戴畫面 那天表妹帶的時候 我們全家人都覺得 哇真的戴起來就是 很氣質很好看 整個人就價值提升的感覺 而且他一發現時啊 就蠻多人問他說 耳環是在哪裡買的 雖然他單價沒有到很便宜 不是什麼一兩百塊三四百塊 可是也不會貴到很驚人 以一個黃金製的飾品來說 我覺得價格 差不多落在一千多左右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大家如果有喜歡 Ana Luisa的飾品或是 對我今天介紹的項鍊有興趣啊 還是你對其他風格有興趣 他上面其實也有很多 都可以到下面的資訊欄去點開 他們家的連結 然後逛逛看看 有沒有你需要的飾品 然後不要忘記使用我的折扣碼 我都全部放在下面 資訊欄的前面幾行 應該很快就可以找到了 如果你還是有什麼疑問的話 也可以留言給我 大家掰掰 掰掰 MING PAO CANADA 超喜歡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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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打疫苗你帶那個接總訪或是接總訪 健保牠的話我會送你 蝦子兩隻 超讚的 和牛板劍 要不要吃我送你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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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我現在在我表妹家 今天帶的這款項鍊呢 我覺得超好看的 而且很搭配我今天的衣服 玫瑰花 很漂亮吧 我覺得很搭配比較優雅 跟帶一點點法式或是有雕花啊 或是小碎花什麼 應該都會蠻搭配這個項鍊 今天呢就是我的中秋連假第二天 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 大家掰掰 嗨大家 那中秋連假呢 還有我之前打疫苗的時候 自己放的假 最近就剛好多了比較多一點點的休息時間 然後我就想說可以來拍一下 就是我最近都用iPad做了什麼事情 因為我知道有些觀眾就是很喜歡我的iPad主題 在我準備下一支iPad的片之前呢 先小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我最近用它做了什麼新的事情 那我等一下會用螢幕錄影的方式 然後我會在角落小圈圈裡面 首先呢我最近幹嘛了 首先我一定要先跟你們說 我最近最沉迷的就是 哈利波特的那個新的手遊 如果你有follow我的IG的話 應該知道我最近很瘋那個遊戲 可是因為這個遊戲我可以講太多了 所以我把它放到最後 我先講一下我最近還有做一些什麼 其他的事情 首先第一個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設計的新的杯碗 欸我的新的杯碗的圖咧 給你們偷偷看一下是長這樣子 之前的杯碗大家就是一直敲碗嘛 可是我覺得我一開始有答應那些 第一批買的人說 這會是一個限量 然後瘦碗就絕版的杯碗 所以我最後還是決定不要就是 食鹽而肥 就是讓他們真的是拿到限量的款式 可是因為我知道很多人覺得 這個大小非常的特別 就是很像碗的形狀 其實真的是誤打誤撞 原來大家覺得這個形狀很不常見 然後又很實用 因為也可以當成碗再用嘛 所以後來就想說我用同一個尺寸大小的杯子 只是上面的圖案換了另外一個 那我現在就是已經差不多完稿了 然後預計應該是10月左右 會釋出給大家想要的人購買這樣 不知道你們覺得可不可愛 我延續了那個早餐的概念 可是加了一些我覺得大家可能會在這個杯子裡面使用的選項 我覺得還蠻可愛我自己 蠻期待印出來的結果的 好這是我最近用ipad做的一個蠻主要的事情 就是也是試了很多版本才最後做出這個 喔我最近還有看劇 然後我最近看了我看一下喔 我看了什麼呢 跟大家一樣就是我把機制醫生生活看完了 其實大概已經大結局了 如果你還沒有進入這個機制醫生生活的小宇宙 拜託你真的要去看看 我跟你們強烈推薦你至少一定要看到第二集跟第三集 再決定你要不要繼續看 我當時其實也是看了第一集之後 然後就覺得第一季的時候的第一集 我就覺得好像好無聊 就有點看不懂在幹嘛 所以其實我中間氣了很長一段時間 可是又太多身邊的人跟我講很好看 我才要重新去剪第二集回來看 因為你就是要認識他們之間的關係跟角色的個性 還有互動的那個有趣度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一部其實很好看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看機制醫生生活的話 我覺得我跟大家一樣都非常非常的推薦 再來還有異類 異類總共有四季 然後我已經全部都看完了 之前本來就每季每季都有在追 然後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小品的影集 不是那種你會有很高潮跌起的劇情 然後也不會有什麼讓你大哭大笑的程度 他就是一個算有點平淡 可是會讓你覺得 我自己會覺得很有成長感 他在講出一個有自閉症的男主角 然後他是怎麼樣去度過他的生活 還有跟他的家人朋友相處 在他有嚴重 算是蠻嚴重的自閉症的情況之下 小溫馨然後你 我看到第四季最後結局的時候 會有一種 真的在這四季裡面跟這個主角一起成長 即便我沒有自閉症 然後裡面其他人也沒有 可是其實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異類的地方 就跟別人不一樣的 可能是有點奇怪的地方啊 或是有點特別的地方 可是不管怎麼樣都沒有關係 因為每個人本來就是與眾不同的 結果我本來是想講一下 結果怎麼講那麼久 脂肪子的話 他已經演到第五季的上半段了 我感覺我也不用太多說 他應該算是我近期最愛的Netflix的影集之一了 如果人家問我說你Netflix推薦看什麼的話 我應該都還蠻大推可以看脂肪子的 我是一個很 沒辦法看的 不管是血腥、殺人、推理、懸疑、鬼片 什麼這種 還有動作片我也沒有到非常喜歡 我覺得脂肪子真的是突破我的舒適圈的一部影集 然後主要是因為可能我以前有 我之前大學的時候我學西班牙文 所以我覺得對西班牙的文化跟這個語言 我就本來就算是蠻有好感的 重點是他們角色、主角們都 有幾個都長得很好看 我最新一季已經看了 不知道大家看了沒 應該大家都非常的 就是有被嚇到吧 我整個被嚇慘了 第五季最後面 但我現在就是在等12月的下半集 動漫的話我最近比較沒有追心得了 但是我有在還是持續每個禮拜都有看我的英雄學院 他現在在Netflix上面是周梗 所以我就跟著繼續看下去 因為我 但我漫畫已經看超過了 只是就想說還是很喜歡看動畫做出來的感覺 如果大家有什麼喜歡的日本動畫 也可以在下面推薦給我 因為最近又想要開始看日本的動畫了 再來就是性愛之修士的第三季已經出了 然後我目前已經看了兩集 我覺得還是很不錯欸 就是真的超級無敵適合給青少年看 如果我今天我有小孩是青少年青少女的話 我就會給他看這部 他完全不會讓你感覺到很說教 他就是完美的融合在劇情裡面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很值得看的影集 喔我最近很想看這個電影欸 但是我還沒看片 這有在我的片單裡面嗎 我要把它存起來 然後當然還有就是無限播放的六人型啦 我幾乎是一個禮拜還是會看個幾集 無聊的時候 就吃飯那種你很想放鬆的時候 不動腦的時候我就會看 不過我最近已經有在嘗試用英文字幕看了 就想說已經看了蠻多次的 可以試試看就是都只用英文字幕看 然後再來就是 要進入 花了我最近最多時間的 哈利波特的遊戲 要打開來囉 準備看一下它的動畫 好我們前往霍格華之 欸我今天今天第一次登入 所以就會有一些獎品 你看就是長這樣子 欸我好不好意思讓大家看我的名字喔 可是這真的很難打嘛 我取了一個很 很 很不要臉的名字 我很抱歉 這是我的室友們 就是 我覺得這個遊戲很棒的一個點 是你可以跟你好朋友一起 在同一個寢室當室友 就是你總共一個房間會有四個床 然後你就可以邀你的三個朋友一起跟你 在這邊當室友 當室友是 真的可以看到彼此在幹嘛 然後現在在 如果他們有在線上的話 你可以看到 按這邊之後 就可以看到他們在哪裡 比如他們現在都離線啊 或是他們在哪邊玩啊 之類的 而且如果你跟你室友 一起組隊去 玩一些遊戲 或是去破關的話 還會有一些加成的獎勵 我覺得這個 這一點真的很讚 然後一定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服飾 我沒有課金啦 就是他會有寶石 然後我都拿來 買我的身上的 穿搭 超級可愛的 一個那個吊帶褲 然後還有 帽子 我覺得很可愛 而且是紅色頭髮 很讚耶 而且你看喔 他還可以拍照 就是如果現在覺得這一幕很漂亮 我就可以 打招呼 然後拍一張照 好像好中二喔 可是 反正就很有趣啦 我現在 相簿裡面一堆 就是幫他拍的照片 我先說一下 他其實是一個卡牌遊戲 就是有點像 如實戰技 如果你有玩過的話 反正就是要用卡牌去跟別人決鬥 那我今天就不想多介紹 那個決鬥的部分了 因為 我想說我講一些比較 女生喜歡的東西 然後你看 來這邊就可以看到我的 欸 有一個 扫帚在幫我打掃耶 有沒有看到嗎 而且你還可以去 你的室友或好友的 這個收藏室裡面 然後跟他借衣服來穿 換衣服給你們看 我覺得葛萊芬諾的制服也蠻好看的 然後還有 這種 禮服啊 吊帶裙之類的 但我現在最喜歡這個 然後我也有我的貓頭鷹 欸怎麼辦啦 感覺好像光錄完房間就已經講好久了 我們去城堡上空看 你們看這有多酷 你還可以這樣飛耶 拜託哈利波特米一定要宅起來玩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這個真的是 這遊戲真的是太精緻了 而且我覺得很逼真 就是他完全是 都是用跟哈利波特劇情裡面有關的東西在設計 卡牌遊戲的卡牌也全部都有融入喔 不然給你們看一下我的卡牌好了 像你看這個 你看你有妙麗 然後你有貝拉什麼 海格啊可以選 然後卡牌也是 每一張都是跟電影裡面有關的 那個咒語或是怪獸 像這個就是最有名的去去武器走 這個也很有名 你們記得最後一集 榮恩他消影術有點受傷的時候 妙麗有幫他滴了一個 可以讓他傷口痊癒的藥水嗎 這個就是那個 還有像這個啊 這個就是史內普的專屬的咒語 斯坦三步殺 喔 也有護法 那個都教授的護法 最後一集麥教授不是有啟動那個 十項的士兵嗎 這個就是那個 而且如果你拿到這種高級的卡片的話 他還會有動畫喔 你看這一幕 就是那時候 佛地魔派催狂魔來 攻 要攻擊那個霍格華茲的時候 怎麼辦我自己好融入這個喔 如果你真的很 如果你不愛哈利波特 你可以跳過 反正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 像是你可以去舞會跳舞啊 奎地球場可以 比賽 給你們看他斜角好像好了 你看 他連那個呆跟阿里也有 你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就會在這邊買 買魔杖啊 買貓頭鷹什麼的 我想要帶你們去看古靈格欸 因為我覺得他古靈格做得好像 好像 電影裡面的樣子 你們看 是不是一模一樣 他還會帶我去 我的金庫欸 真的超級逼真 雖然他畢竟還是一個遊戲啦 但是我覺得他 用了很多方式 讓那個遊戲感降低了 我們去看那個餐廳 就是最經典的場面 看走進來 哇嗚 我覺得還有好多場景可以講喔 可是我本來是有想說要不要拍一集 可是我突然講起遊戲感覺有點奇怪 所以我就 後來想說算了 就在Vlog大概跟大家 小小介紹一下就好 最後還有一個地方 是我覺得也是做得很逼真很漂亮 是藥草學的教室 你們看是不是一模一樣 就是 前面集數他們有在那邊拔那個 很吵 很吵的那個 生物的地方 那我要回我的寢室了 來這邊坐著好了 跟大家講一下話 那他其實還有非常非常多的細節 也可以跟大家介紹 可是我就想說 呃 留給你們自己去探索 因為我覺得自己 發現那些地方的時候 真的也都很好玩 喔如果你想要加我好友的話 也是可以 大家加我好友的時候 可以跟我說 你是 就是有看我 看我影片的觀眾這樣子 我才不會覺得是 什麼奇怪的陌生人 好那這個就是我 最近最沉迷的iPad遊戲 而且 因為我男友也有玩啊 他是用手機玩 我覺得 但感覺差超級多 我才發現就是用iPad玩這種很精緻動畫的遊戲有多爽 而且我要給我朋友為了這個買iPad 不過因為我們都是哈利波特迷 所以就真的會很喜歡這個遊戲 可是我有朋友也 不是真的很迷哈利波特的人 但他覺得很好玩 他也是沉迷這個遊戲 最近用iPad的東西 就差不多到這裡 那如果是生產力工具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現在正在籌備 所以我今天就不跟大家特別介紹 其實我現在的模式已經變成是 是使用Notion搭配GoodNotes了 可是因為我想要再多多嘗試幾種方式 然後設計出一個我自己覺得最好用的模板 跟最幫助到我工作生產力的形式 再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想說到時候也可能可以提供一些免費模板給你們使用 那如果你有想要看什麼其他iPad有關的分享 也要記得在下面留言給我 不然我其實也不太知道要先籌備哪個部分給你們看 差不多到這邊 今天的影片應該差不多結束了 吧 我們今天中秋連假的第三天 然後我們家的人來那個苗栗的在佐蘭吃飯 因為我們沒有住在這邊 就想說來這裡吃個飯 我媽他們覺得這邊很適合踏青 然後我今天用相機 外面是一帶記憶卡 所以只好用手機 我們現在其實已經吃飽了啦 就想說 給大家看幾張我們剛剛拍的眉照好了 因為剛剛真的太熱了我就忘記錄影了 這兩天真的是超認真打扮的日子 很久沒有那麼認真的打扮 不知道大家的中秋連假過的如何 覺得好久沒有出來走一走喔 一直抱我寒超熱的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我今天帶的是這個項鍊 也是Anna Luisa的 我覺得很漂亮耶 你看配這個黑色的 然後還有這個花花的裙子 超搭 剛剛想要跟大家補充一下這邊的餐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然後耶很精緻 不過我覺得還是最適合直接來住啦 好啦那大家再見 掰掰 你們安靜一點 今天帶的這款項鍊呢是